的報導裡面 扭曲事實 不實指控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錯誤擺出 第一個 他說 監察院推薦四個月喬不攏 所以才會釀斃 所以我們喬帳喬不攏 而且 在四月份 我跟柯文哲就已經知道 監察院退回 而且有差額 兩千萬 第一這件事情 不是事實 第二 下一張 監察院在今天已經回復出 監察院表示說 當時4月7號報上去 第一次申報 當天並非上班日 4月8號 他們收件之後發現有資料未完整 所以4月8號上午8點多 他們的系統就把相關的部分退回 說請你們 再補證 所以回來的資料只有五個字 資料不完整 下一張 所以這是整個的時序 第一次申報到監察院的時候 系統在 4月8號 告知 不完整資料 不完整資料 裡面 沒有一句話說 你們的 支出差額 2000萬 第二個 4月8號回來以後 我們的 財務部門 進一步的向監察院詢問 承辦人員回覆說 他們 第一次申報 會去看 收入 他們查到的是 登入監察院收入金額高於富邦的賬戶 達到300多萬 3788 428元 所以就請我們這個部分要去查明跟補證 所以 我們的財務也請會計師 主筆查 收入內 內容也 希望說提醒他 趕快去查是不是有漏登有誤報 才會有這個差額 當時4月8號都在討論收入 從來沒有討論過支出 那 會計師一直 因為 申報的問題 所以他就一直到 7月3號都還在做補證 下一張 這個是 申報資料不完整 所以監察院開放我們可以補證的時間到7月中旬 那4月到7月之前 其實都有所謂的編輯跟補證的紀錄 所以 異動人員也有相關的系統紀錄到底是誰去異動的 從這個可以看出來 這一筆 6月29號端木正 尼奧公司 這筆虛報的部分就是在這個時候 被列上去 那 後台人員都有很清楚的 是誰 誰去key的 這個部分的紀錄非常的完整 這在7月以前都有編輯紀錄 是因為開放到7月 之前都可以補證 下一張 另外也是一樣 12公司在5月29號也被登錄了一筆 這是這位陳信 他的助理 這個也是在 這段時間被補登的 但是 都是因為 當時 編輯紀錄 都有後台 都有個人的權限 這個不可能造假 這個也是 事實證明 這是在 會計師他們作業上面 由他們 包括 他的助理 他們來去補登 後來我們查到的這些虛報的資料 所以重點是 4月份我們首次申報之後 7月截止以前 我們禁總的會計有多次發現 並且提醒端木證 這裡是不是有露燈 有露燈 請你趕快更正 這是他們的工作群組的對話 裡面就有告訴他說 我們一直 希望趕快能夠結案 但是我們現在越來越不清楚 哪個真結點 讓我們結不了案 可不可以來我們公司一趟 第二個是 監察院系統目前 收入跟支出 為370多萬 也就是收入多登 登打了370多萬 這部分要麻煩 確認是否 是有重複登打的狀況 請 會計師處理 也就是在這段期間 他們的工作上面 都在討論 這個收入登打 跟監察院 跟我們的訊息 針對的都是收入部分 所以今天 鏡周刊 把這個退回的資料 故意 扭曲 捏造說 這個時候 監察院已經 退回來告訴我們 你們的 支出差額有2000多萬 這一點 完全是假訊息 第二個 這個通報 在財務部門 就在處理中 更沒有 推報到 所謂 黃珊珊跟柯文哲